現在看到的風景就是我住宿的陽台 這個民宿排灣人排灣族人經營的民宿這個露台 剛才下了一場大雨 所以現在天朗氣清非常涼爽舒服 天上剛剛有一群飛鳥 天空非常清朗 雲彩非常特別 這裡的雲體很特別 很棒很棒 我是不捨得離開這裡的 決定在這裡再住一個晚上 其實各位朋友來台灣旅遊 不一定說你每一天都要去不同的地方 這樣你會是走馬看花 就看不到一些深刻一些 深入一些的事物 也很難了解到當地的風土人情 所以 最好 將腳步放慢下來 只有放慢你的腳步 你才可以遇到特別的人 遇到你意想不到 而會出現的人 就好像我在這裡 在這裡 遇到 來這裡 培訓牧師 他本身自己是牧師 是牧師 他來這裡是 去 教會 去培訓 這裡 排灣族原住民的牧師 是 教他們 他是一個 神學的 的 教石士生的牧師 他教的這些牧師 是會 收一些牧師的課程 是石士的課程 神學石士的課程 所以 各位朋友 大家出來旅遊 一定要 放慢腳步 用心靈去感受 用真誠去交友 那你自然就會有更多的收穫 就好像我現在這樣 放慢了腳步 今天 我就 會在 這裏 屏東的 這個地方 是 周圍去 關 周圍去 看有沒有一些特殊的人 事物 可以介紹給大家 這裏 這裏就是山地門鄉 山地門鄉的藝術村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村屋 沒有什麼特別的 有很多都是 由鐵皮 和石 搭建而成 看到這裏的人 不算是富有 不過 日子都過得挺好的 因為這裏是一個旅遊點 所以這裏是做旅遊生意的 過得非常悠哉猶哉 這裏 非常寫意 這裏有山 而且 背著我這一邊 背著這一邊 背著這個大平原 的背後 有大山 那裏是另一個族群 主要是另一個族群居住的地方 我就會找時間去那邊去看看 聽說那邊的風景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它是高山上面 那邊就是泰魯族 泰魯族人居住的地方 希望下午可以過去 如果下午去不到的話 就明天去的 因為我會在這裡停留兩天時間 要爭取時間 因為早上下過一場雨 不知道下午會不會再下雨 所以我要爭取時間 現在就準備出發了 各位朋友 你真的不能錯過我下來的精彩片段 精彩在藝術村裡 為大家去找一些特別的事物 讓大家大開眼界 有所得益 多謝您的收看 回來